是的主播 眼前土石建造的房屋墙面崩落 碎石塊布滿街頭 阿富汗週六上午11點左右遭遇 地牛翻身規模達6.3 正逢週五時段 民眾下壞拳擊到戶外避難 有人轉述當時情況 辦公大樓搖晃 接著周圍房屋倒塌 正央就位在擁有57萬人口的 赫拉特西北方近40公里遠 由於震源深度只有14公里 屬於極潛層地震威力強大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所數據 主震之後至少發生三次余震 而且規模5.5到6.3不等 不只建築受損 醫院急滿傷患 至今造成上百人死亡 還有上千人受傷的情況 不過聯合國預估死亡人數 恐怕比當局公布的還要高 目前救難人員持續深入災區 不過去年6月 阿富汗才遭逢5.9地震 是當地近25年來最致命的地震 當時造成超過1000人死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